朝韩之战将在乌克兰爆发 别在三八线上打安全 而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最近半岛局势突然升级 北边突然宣布永久切断朝韩边界的公路 并且把边界那种公路直接炸了 而朝方这样做也是被韩国惹怒了 因为韩国派无人机到平壤上空发传单 如果这是军用挂弹无人机 后果不堪是想 一开始韩国军方还不承认 借着朝方找到了坠落的无人机残骸 这明显就不是普通民用无人机 韩国上一届总统文在寅任期 证明了韩朝是可以和平相处的 但是自尹熙悦上台后 频繁跟美国在韩朝边界展开针对性演习 跟美国达成延伸威慑联合声明 公开讨论核共享 并允许美国核潜艇入港 还纵容民间组织越境发传单 韩朝关系极转之下 朝方已经将韩国定义为 头号敌国 并让朝鲜军队认清韩国是他国敌国的事实 打消与韩国同族意识 朝方甚至直接怒骂韩国是杂种狗 要找美国承担责任 这一轮半岛局势升级完全是韩方挑起来的 而半岛的局势也意外的开始和俄乌冲突挂钩了 韩国和西方媒体最近联动炒作 朝鲜出动1500人前往乌克兰作战 乌克兰媒体还啥有介事 称发现疑似朝鲜士兵驻扎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 不过给出的几个视频明显不是朝鲜语 而是南亚和东南亚口音 最近老我倒是在附近参加了俄罗斯举办的联合军演 就算说了朝鲜语 也不能证明兵员来自朝鲜 因为以前苏联确实遗留了不少高力族公民 朝方在联合国也否认出兵员额 其实重点并不在朝鲜有没有出兵 毕竟这个我们暂时无法证实 重点在于韩国炒作之后的一系列丝滑动作 根据美国战群网站报道称 韩国可能会向乌克兰派遣士兵和情报人员 以反制朝鲜可能的介入 韩联社也怨言消息人士称 韩国考虑向乌克兰派监视小组 以掌握被派往俄乌战场的朝军主力 监视组主要工作重点就是 研究朝鲜战术并审讯朝军俘虏和逃兵 说实在话回头谁当俘虏还不一定 70多年前已经体验过了 此外韩国总统办公室高级官员还表示 为应对朝鲜向俄派兵参战 韩国可能考虑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杀伤型武器 这一论操作算是看不明白了 韩国派无人机撒船单挑衅 由炒作朝鲜派兵到俄罗斯演这一出 就是为了让韩国派人进去 为后面韩国大量输出进攻性武器铺路 看来乌克兰确实顶不住了 北约弹药不够 准备把韩国这个民主军工厂直接搬台面上了 之前韩国私底下也影响乌克兰输送了 大量155型榴弹炮数量尽次于美国 但不是杀上型武器也没有公开宣扬 所以俄罗斯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韩国现在汤这浑水是因为军工企业能大赚一笔 其次隐信越支持率仅有20% 面临在野党的弹劾 他的夫人及家人也可能被起诉 通过无人机气球煽动国内民众情绪 现在又要往乌克兰战车上绑 这确实是隐信越 转移国内注意力 延长其政治生命的一个好办法 至于韩军直面俄罗斯军队会有什么后果 就不是他们考虑的范畴了 忙活这么久 从乌克兰到成了韩朝半岛的代理人战场 这证明了一件事 半岛南北两边都觉得去乌克兰那边 捡县城的战场 电量一下实力 逼在三八线上打安全 七十多年过去 美韩对于中国战力的恐惧还没有消除 其实也是渐渐帮了我们大忙 半岛不稳定会损害我们的利益 现在转移到俄乌战场 其实对中俄朝都好 正所谓韩朝局势起波澜 无战牵车惹麻烦 尹西岳正为私立 和平之路多艰难 好 这些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感谢观众我们下期再见